那么今天呢又是带来一盘这个录像解说 首先呢我解释一下 因为我这两天电脑 可能有朋友关注我的微博啊 我就是每天都去跑电脑城啊 找这个各种这个专业的这个人员帮我这个咨询一下 这个到底怎么回事变得这么卡 就是我这个魔兽在运行的时候就感觉一顿一顿的 然后一开始Frips就这个画面就有点陡处啊 不是抖动的那种感觉 就是不是正常的走路啊 就是一顿一顿的那种走 我就特别的烦 然后导致这几天啊 这个视频也没怎么录好 因为这个效果 但是我这个看着也很累 大家看着肯定会更累 所以说我还是先把这个电脑弄好 所以说这个视频就拖了几天啊 非常的抱歉 嗯不过呢 最近这个视频的效率也是会有一个很大的这个提升了啊 当然不能老是这样拖 呃今天先用这个replay啊 给大家这个顶一下啊 顶一下 但是这一盘真的是非常的精彩 我们抖挞嘛 有激情在里面就可以了 呃 好的 介绍一下我们双方的运动员 我们这边啊 是比较熟悉的了 兔子是这个咆哮山河 然后呃 这边是这个小依赖的一个沉默 呃 天梯第二吧 是这个人 我欣赏第二 然后这边是小凯的一个神牛啊 super five挖岛的一个 嗯 拉比克啊 挖岛也是永远我心中的一个第一的地捕师啊 不管以后的人有多厉害啊 但是挖岛地捕师永远在我心中是排第一的 然后对面也是一个五人黑 我们看一下 可能是大家不太熟悉啊 但是也是打得非常好的一个五人黑 这边是一个冰魂啊 上面小狗 好的 让我动一下麦克风 我这边也是好几天没有说话了 感觉这个说几话来有一点那个生疏了啊 因为这两天都是闷头打素材 呃 可以看到我的竞技场的分数已经从1600多 我上期这个视频是不是1600多 但是我现在已经1850分了 我这个分涨的是非常的快 所以说啊 最近我是完全没有投篮的 而且呃 更期劳了一些 好 这边是哎 小歪跟拉那个拉比克下 小歪跟这个古法来中什么意思啊 两根枪中啊 连都不卡兵了 还是把这个中路让给了古法 是的 小歪可以辅助 但是古法是不能辅助的 哎 怎么感觉少了一点声音 哎 让我看一下 让我看一下啊 啊 我就说嘛 少一点声音 让我调一下吧 这声音开大一点啊 OK OK啊 这盘我依然是玩了一个美杜莎 哎 怎么感觉还是没有声音啊 啊 声音声了 再开小一点开小一点啊 啊 朋友 我是怕吵到你们 我这个 你们调这个声音也是调回来调回去 我怕声音太这个吵了 也不好 嗯 但是我感觉少了一些这个人物的声音啊 为什么 好 这边是给上了一个C小歪拉住 感觉这个兔子有危险 啊 应该死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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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两下 啊 差一点 小狗这边是没有梗过来啊 要不然应该是杀掉了 中路是古法对上一个沉默术士 啊 下落历史solo啊 这个打历史的话呢 一定要先买上一个魔棒 哎 这盘虽然说是瑞佩的解说 但是 呃 我们可以看到我是一楼 上面的钱是我的 而且呢 啊 这个数据也是我的 这个正补也是可以看到 我现在是4-2 所以说这盘还是这个 呃 比较直观的 你看不到一个兵 立马是涨了一个 啊 对了 给大家这个讲一下 哎 先收一下这边 牛头是绕后了 这个牛头看能不能杀掉古法 我感觉这个古法有危险 这个地方如果封住的话 真的是可以杀掉 牛头有没有多少 古法会到一个爆牛头 一杠F 漂亮 沉默是给上了一个T 古法应该是死了 漂亮 拿到一选 那这波啊 小凯特一波游走 非常的到位 下面历史啊 拉比克也是打得非常凶 看历史会不会选择 逃啊 历史这边是有鞋子的 我这边两级 拉比克两级 有一个Z加一个X 呃 现在上的话没有兵 肯定要被塔打死了 哎 我这边给他一个Z 有机会了 有没有封路 呃 如果牛给F的话 拉比克Z过来 应该是能杀的 不过这样也不是特别稳啊 毕竟我们这边爆发太低了 好 这个地方可以了 可以了 可以了 牛头F呢 牛头是没有给F啊 一杠F啊 Z过来 好的 但是已经杀不掉了 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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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波算了 相反这边是小 呃 不在这个兔子是被击杀掉了 是小白人头啊 插了一个线眼 哎 我们这边好像没有眼啊 我们这边是没有眼的啊 没有对面专业 呃 要不然我先把这个战争迷雾打开好了 要不然呃可能看的不对 还关了吧 关了吧 我们当这个呃 录像来解说好了 因为这一盘的话呢 我玩的是一个美杜莎 前面也就是补刀 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看点啊 怒 怒出去了啊 这个是看不懂啊 兄弟啊 这两天我跟这个山河也是一直在开黑 好的 这边历史昏到了四级 哎呦 他这等级也高啊 他又运了一个大药 啊 那我前面这个补刀也还可以 现在是三分钟啊 十三个正果 牛头又跑到中路来蹲古法了 是的啊 沉默中单是非常的强势的 而且呢 牛头蹲一手 像古法这种英雄啊 基本就直接被秒掉了 哎 啊 这边古法杀了个棒子啊 小白拉野 小白昏到两级 冰魂三级 天灾这个阵容 前期非常的凶啊 他们这个前期打团 我感觉挡不住 我们这边看起来挺厉害 呃 都是什么打团的英雄 但是呢 有一点笨重 你看牛头沉默 兔子还好一点 这两个人有点笨 除非是对面无脑虫 小啊 兔子也混到了三级 哎 我老想说小兔子啊 好吧 我管这小兔子好了 这边牛头也是马上混到三级 哦 对了 给大家说一下 我们现在店里面是有一个双十一的活动的非常的给力 已经是提前上架了啊 我们现在就是呃 一号到十一号之间呢 就是每一天的晚上十点钟都会有一个一元抢鞋的活动 就只需要一块钱啊 你就可以买到一双鞋子 然后我们这边呃 在这个活动期间你购买任何一个东西啊 就是你下单之后你就会拥有我们永远的一个呃VIP服务 就是一个特权 懂吧 然后就是以后买鞋子永远都是包邮 然后基本上一个Z 但是没有Z上去啊 非常的可惜 我还没有死掉 啊 那这一波的话又是这个反杀的对面一个人 非常的赚 所以说啊 跟大家继续讲一下 你在这个活动期间啊 买了这个一双鞋子 然后再呢 再到我们这个之后啊 就是每一次买鞋都是包邮的 非常的超值 是卖一次鞋子啊 终身包邮 真的不要太妥 哎呦 这么每一次这个给大家这个讲一下 这个小广告啊 就直接被击杀掉了 这个有点不科学 好 这两天这个嗓子也不太好 因为这个熬夜嘛 这个大家应该知道的 就每天熬夜 然后这边动手 那个F F 拉皮克一个X 但是没有Z到 我开启莫尔顿直接上了 直接上了 好 应该是能杀掉啊 拉皮克一个在我在一个普攻 这边是丢失视野了 刚才 哎 这小兵你有病啊 这小兵你神经病啊 小兵五十年血 魔化盾 一开 呃 还是死了 刚才这个配合有一点失误啊 我早稍微Z的慢了一点点啊 先把他Z起来 就直接杀掉了 这边丢失了一下视野啊 不过完全不影响 我们是一个team 这个team非常的稳健 现在我是1500块钱 懂得自然懂啊 作为一个团队核心 找队友要一张TP啊 买上一个点击圈轴 出发 像这种英雄 我都是比较推荐大家 这个打路人 呃可以出点击手的 当然还是要看局势 那这一盘的话呢 我就可以出了 因为这盘很肥 如果你不肥的话呢 呃也可以补 反正是 你还是要看这个 具体情况吧 反正一般我在这个局势里面 我是能分辨出来的 但是呃 你随便一说 我还真不太好说 因为我是一个喜欢出一点击手 然后出一些打架装的英雄 我并不是出一点击手啊 然后别大件 那的话就不要蠢了 啊 中塔是被沉默反掉 古法六级非常的惨 连鞋子都没有 好的啊 这边是 历史五级 好 一个C弹到了最后一下 非常的伤 上面兔子混的是非常的凄凉啊 只有三级 这两个人啊 基本就是扬住拉住就直接死了 小狗的话应该也是有点击手了吧 让我们看一下小鸟里面 哎啊 小狗 这是什么 点不到啊 好急啊 啊 加四手套 那要点击手点击手 他已经是点击手了 鞋子点击手 而且已经在家里面买好了 并不是一个卷轴 我这边还没有还没有 中路沉默是打得非常的凶啊 跟鞋了一个霍儿 把这个自己武装起来 这个这个真的是很好 比较这个值得学习一下 因为你走一个中单的话呢 你如果憋装备 其实很伤的 还是要看这个情况 一般我玩中单都会选择这个出一个霍儿 不管是什么英雄 我出一个霍儿我就比较肉啊 我级别高 我可以这个找节奏带 然后呢 我吃技能 有一个霍儿能帮我武装一下 又不会直接死 战斗力非常强 上面兔子就三姐 其实我们那个店里面的活动 本来想送一个大奖的 但是后来一想 一个大奖 只能这个一两个人得到 对不对 我们要这个 让我们广大的观众朋友 都能得到优惠啊 就是还是啊 我们这个平滑一些 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得到优惠啊 这样是最好的 好的 那这边是拿到了一个塔 现在是800块钱的存款 前期的话 呃 我们这边可以说是55开吧 沉默中路是优势 上路崩盘 下路的话也是优势 两路由 这边一波开我 准备强杀这个历史 我还是准备买上一个天鹰剑啊 先买了一325 这边看历史的走位啊 会不会大胆呢 7级的历史 拉皮克走到左边 这边看能不能杀历史 好的 这个地方感觉会动手了 一个C给上去 牛头1-F 好的 这边应该是 哎哎 差一点点 差一点点 非常可惜 那这边历史 又是点了一条老命啊 没有死掉 有点伤 不过也是问题不大 挖岛TP回家补了 那我这边继续打钱 我应该是约雷天鹰剑 鸟呢 鸟怎么不见了 对面选择来推上他 小狗是 哎 这个东西 哎哎哎 这小歪的走位 有一些凶 小歪直接死了 小歪这个走位 非常的凶残啊 但是这地方 我直接TP 我以为能打 我直接TP 下来一个大招给上 我去直接给上一个技能 但是我发现后面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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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上 我还是 好像还有 完了完了完了 支付了 这波其实我不太该上的 但是我上去的话 我队友没有跟啊 我也是有点醉了 好的啊 那边拉比克也死掉 那这波其实是我们交流 没有交流好 哎哎哎 兔子也要死 这波团灭了 你从这边吃到隐身符 这波其实是我的问题 我不该来的 我如果在下面打钱的话 大家都不会死 交流一些问题 哎 沉默是杀了一个人啊 沉默杀了小狗 什么意思啊 难道小狗这个中了沉默梯然后钻兵了然后这个打着打着突然放了技能啊然后就沉默了应该是这样吧哎这把牛头怎么不动了 这个牛头当时说弹出去了好像脸一黑 那这波是送了一个五人团灭 收到了一小狗啊 打了一个五换一是我的问题啊 这波的话是不该上的 但是如果兔子跟拉比克跟一手的话 我感觉也不一定打得过 打的可能会惨烈一点点啊 但是也应该打不过不该追了 这波也太贪心了啊贪心了 好的看下面小Y这边是混到了五级半啊准备到六级推塔 小Y这英雄如果没有到六的话是非常的伤的 弹出去了啊看得出来 我不服啊 这我必找人干了 虽然说我玩的是一个美兔沙 但是我一个打架的心啊 我是一个打架型的美兔沙 经过这一波之后 已经是带领精卫方啊 走向了一个小崩盘的局面 本来上路很肥的 然后导致现在已经崩盘了 现在不到只有48个 小狗的装备我们看一下啊 小狗是假腿 准备出电锤吗 还是必章应该是必章 电锤我非常的不推荐啊 这边古法是秘法鞋 快九级 小Y是马上到六 然后冰魂的话 七级零堪 历史八级快九级了 已经是快没肯了 兔子之后五级啊 兔子被压哭了 拉比克的话也出门装 然后我TP到下面 给上一个C 没有打到人 让我们看一下双方的视野 我们这边是有一个河道眼 然后中路有一个线上眼 哎这边是遭遇了 牛托一杠F 但是应该留不到人了 留不到人了 对面 对面的视野是在我们 我们这个地方有一个视野 好的 还是先回来我这个视角 啊对了 还有我们这个南庄店啊 南庄店也是有活动的 就是我们的优惠券 还有我们的特价这个抢购 到了我们那个活动期间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是非常的超值的 平时我们卖啊 100块钱的东西到我们活动期间 可能就是卖50 所以说朋友们一定要这个抓紧时间啊 就是看一下我们那个活动的这个介绍 哎这边是古法直接把他打了半血 我给上一大招 沉默也是放了大招 这个历史应该是能杀 历史这边啊啊 差一点点啊 差一下 不敢追啊 因为这边是没有什么视野 追过去的话感觉要跪 而且古法要加速啊 古法现在是不到九级 不到九级 哎哎 牛他一个F F他三个人 但是没有封住非常可惜 如果封住的话 应该是可以把手牌杀掉 小A到6 对面还是没有走的意思 小狗是没有来 小狗这个经济应该很好 看鸟里装备啊 马上必张 我看一下我的装备买了什么装备啊 啊不对 气死我了 已经有点口吃了 我看一下我这个钱买了什么装备 看我的装备买什么装备去了 我是买了一个假腿出来 还是这个武装自己 因为现在太脆了 搞上一个力量腿 跟队友一起打架 因为这版本鸟杀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一定要跟这个队友一起干 对面又来推了 那这一波的话肯定是要少 呃 七级的拉比克 五级的神牛 好的拿到我的假腿 哎 没有拿到 好的假腿 只有891的选 小狗还是没有来 现在是四打五 不对 五打四 小外一个店 我这边给上一个C 看能不能弹过去 弹过去没有 好的 弹到了历史 弹了三分之一选 这个弹得爽啊 还把兵给反了 你们不要太过分 牛头牛头 给没给F 啊 算了啊 没有给 我们这边的AOE有点欠缺 哎 好像也不欠缺 也不欠缺 我跟拉比克号牛头 非常的给力的 家里面有一个谁 兔子 兔子终于碰到七级 哎 封住了这边的冰魂 封住了冰魂 好的 这个地方人肯定死了 让什么收掉 加了两点智力 好的 把棒子 哎 那现在这个经济也是 呃 缓回来了 小狗继续发育 这个小狗应该是 等到B章再打吗 我感觉可以直接来干的 小狗不来 对面不敢冲 没有一个 呃 磨免的往上冲 还是比较虚的 全是这个脆皮 我们家沉默 一个反手 牛头一杠F 呃 先种脆皮 还是很容易死的 所以说他们也是不敢冲 七级的兔子 存款只有100块 这个兔子已经飞打哭了 看没再没再哭 这个表情 已经是很委屈的表情了 不要打我 对了 我今天还要直播呢 我把这个视频一录好 赶紧上传 然后去直播 最近两天 真的是忙哭了 哎 这边刚说完你惨 你就 兄弟 你委屈归委屈 但你别真哭嘛 对不对 这根本直接是被带走了 小狗终于是打出了B章 小狗的数据变成淡定啊 一杀一死 的领主弓 呃 不过这样的话也是比较稳的 哎 哎 干嘛 小维 要买什么装备吗 要买什么装备吗 小维 买了一个 哇 这么肥 前期那么惨的小维 已经是这个装备了 密法 这家蒸汽球 天带方一波推荐啊 下了塔应该是不敢守了 准备换塔 当守不了的时候 千万不要强行守 因为你这样去守的话 应该就是送 好的 小狗在这个地方 对面估计要打这一波 我就不去了 我去上面刷钱 这个塔应该可以拿掉了 冰红一个大招甩过来 有人TP是个小狗 扭一托一钢F TP回家 好的 这一波是比较赚的 一路换一路 小维是把大招一插 这个大招感觉没有必要 他这个大招不该放的 应该等到二塔 先把这个塔一爆 因为我们的人已经没有去了 然后把这个二塔 大招一插 二塔一拔 这样的话就赚了 他们这样很亏的 这边是有个小狗 跑到了上面 好的 我是在15分钟 做出了坚韧球 点击手的作用 已经是体会出来了 等级啊 混到了十几 哎 小狗在打野 好像没有野 我们这边是没有视野的 我们这边已经完全黑掉了 因为我们这边是黑店啊 所以说地图也黑掉了 对面也是一个五人黑 哎 哎 天台方一波开悟 这个历史在这 小Y在这里 其他人在哪 哎 啊 冰红在这里 还有谁 换一下 这波应该抓不到人了 啊 我想说的是 我们这边是黑店啊 因为 呃 如果你打路人的话 现在没有视野 大家可能一乱啊 一乱的话就要被抓 一被抓就可能会起内哄 一内哄 甭的了啊 那就不可能赢了 所以说 呃 当你逆风的时候 买一个视野 又浪费不了你多少钱啊 150块 哦 呃 可能呢 还能帮助你少死一次 你想一下 是吗 哎呀 谢谢 你想象一下吗 怎么感觉 不会说话了 然后缓一缓 然后缓一缓 我休想说啊 你想象一下 你少死一次啊 你能多少多少钱 对不对 有点口吃了 这两天 旁边是见 尖谅一下 尖谅一下 我来说话也不太利索 然后这几天 一直熬夜 然后嗓子一直渴 还老抽烟 有的时候真的是很烦 很烦的时候不想说话 也不想 就是不想 不想骂人啊 碰到那种很欺人的人 然后就抽烟 不吊他 要不然就很难受 对面准备推我们家的上路二塔 这盘的这个比分倒是不太 不太别多啊 6比9 但是呢 局面上感觉 对面有一点主动权 我们完全不敢冲出去的 古法做了一个推推棒 然后小歪是这个装备 力尺没啃 小狗啊 小狗嘴里把跳刀 17分钟 我这边喝水又喝完 跳过来把拉皮克一收 这边的棒子一插 好的 我这边大招一开 先把棒子剪掉 后面你就冻住了 这边小狗小狗小狗 有没有技能 小狗一撕去 哎呦被古法塞了 加了一口没啃 没有死掉 没人敢追了 力尺 哎呦 兔子也要死了 兔子这个位置 回上一个C 一个抓票 这波配合非常nice 但是不敢冲了 小歪是把他给空杀住了 崩盘 帮了帮了帮了 对面这一波的配合 非常的好 非常的好 小狗就TP回家了 那这个塔应该也是 哎 这个塔应该可以守 这个棒子是打不到塔 我现在是1700的损款了 在这个局面上一般般啊 但是这个点击手 帮助把这个经济 补了回来 22分钟啊 应该可以做到我的林肯 这个古法非常的凶啊 他这个蓝是满的 有推推棒啊 应该是杀不掉 又过来爆了 又过来爆了 哎 一杠F 但是肯定杀不掉 给上一个C 而且没有弹过去 我也是脸一黑 啊 这盘这个说的可能有一点口吃 朋友们也是 不要纠结这些细节啊 最近我真的是准备把这个视频的节奏加快一些了 呃下一部视频可能就是两天啊 或者一天半啊 都不一定 因为最近我这个电脑真的是太坑爹了 我也不想的 因为这样的话我压力很大 我一看视频拖了两三天了 我很着急 我一着急 然后打素材的时候就比较冲 我想打的亮一点 然后可能就送了 或者干脆这个电脑就卡我 让我心情也不好 然后就发挥也不好 打不出素材 特别烦 啊 这些古法真的假的 啊 是有真古法 哎 这古法有点调皮啊 推了下来 好的 是买上了一个极限球 这盘前期的节奏比较缓慢 呃 就是没有打架 一直在这个刷钱 追塔 塔倒是没有耍推 冰魂的装备 买了一个精气球 看一下这个天灾方的这个存款吧 哎 小Y是没有钱 应该是买装备了 哦 小Y是做了一个点筋手 那就小Y的刷新应该很快就有了 点筋手的酱油非常的好 而且这个节奏非常的受点筋手 这个小Y比较机智啊 天灾方准备一波打盾 然后我们看一下力 呃 冰魂的装备 冰魂倒是真没装备啊 他是一个五号位冰魂 力持一千块的存款 呃 帕根纳一千二 这边看到拉比克了 一个加速 C爆 哇 直接秒掉 古法这个爆发真的是停不下来 直接把这个挖刀给秒掉了 我现在这个捕刀树也是上来了 已经有了一百一十五个 上了一个小Y 哎 就小Y想干嘛 兔子到旁边 兔子到旁边 他想带杀我吗 他应该是看到我了 哦 看到了一只兔子啊 我这边过来啊 空插到了 但是兔子会死吗 兔子不知道会不会死 哦 一口没啃 一口没啃 冰魂大招是没有甩 兔子应该不会死 我把小Y点死 好的 后面有个历史 想过来杀我 我先走了 先走了 把这个魔法盾关了 要不然一会儿放不出大招来就好了 不对 就帮了 好 这个嘴真不好使了 跟我想说的不太一样 我想说的是 呃 等这个大招如果放不出来就崩了 然后突然说了一下 这个大招放不出来就好了 小狗现在是带盾 让不开小狗存款吧 这个小狗应该很肥很肥 很肥 他还有1800的存款 下一件装备估计是四五十或者强袭了 振奋宝石 古法应该是要奔A仗了 然后我们这边的存款是比较少的 沉默 吹吹棒 1600还可以 沉默比较肥 哎 牛头快跳了 牛头1700 这个时候比较大胆啊 疯狂带线 我是跑到了上路二塔附近去带 因为我们家有沉默术石 而且有大招 呃 想杀我的话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我一个大招然后TP 沉默给大招 应该不会死 要不然 呃 你如果不带线 门也不敢出 那就直接甭了 然后这枚小狗是切我们家挖岛 哎 别过分吗 对不对 你怎么老欺负老年人 我也不能忍 挖岛又是被这个小狗欺负了 小狗现在切我们家拉比克 一点办法都没有 只要他这个技能释放的好一点 啊 不过不好应该也没办法了 套一把跳刀 呃 因为我之前说过嘛 这个小狗沙拉比克的时候一定要先放R再放W 要不然他通你一个磨面啊 减速就没了 这边这边冰魂来作演一个F风柱 冰魂有TP啊 能不能打断兔子一手抓漂亮 那这样的话我过来混一手助攻减现在530 看能混多少 啊混了个人头 nice 那这一波爽了 不但混一个了这个助攻还混了个人头 本来是只想喝一口汤 一不小心把肉给夹走了啊 这个真不好意思 小狗现在是15级 现在我们家这个三个伊塔都没了 哎哎哎哎 这边看到了一个兔子但是没用啊 应该追不到了哎 还要追吗还要追吗 这小狗你不要上头啊你上头也杀不掉 好的历史靠过来 其实对面打团也没有那么厉害 就是推塔厉害 他们家这个控制不足 我们叫个沉默 除非小Y这个技能啊 释放的好 直接一个控杀啊 打成一个控制 看一小乖的小乖的存款 小乖的存款去了啊 小乖的存款是多少了 买了一个魔力法杖 中路应该是要开团了 好 这边牛头一杆F封住了小狗 但是杀不掉啊 古法推了一扫 没有推过去 但是把树也推开了 好的还是没有打起来 这番的人头是略显少了一点点 但是呢 你们懂的美杜莎的局啊 到了中后期才开始 这只是刚刚开始一个序幕而已 而且这个序幕还没有完全的拉开啊 这个大家要明白一下 好的 现在我做出了一个单刀 24分钟单刀点击手加上一个林肯 这个美杜莎如果不输林肯的话 你如果直接裸分身斧是非常弱的 牛头一个跳大 沉默接大招 好的秒掉了一个 秒掉两个 小狗这个位置能不能追 给我个加速让我冲过去 有推我的话应该有机会 这边是给上了一个这个 哎哎 牛头一个跳翼漂亮 这一波的线手打得非常好 看能不能收掉这个小狗 小狗 冰魂大脚甩过来 牛腿一杆F 拉比克是变黑了啊 小狗也变黑了 哎 牛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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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牛头要被杀了啊 小狗这边切毕章切毕章钻冰 机智啊 这边是一个假的小歪 真的小歪在哪里 哎 啊 真的小歪在这里 在 蹲小狗 呃 再非在这冰里面没有 在这个里面还是算了算了 小狗的磨砰已经好了啊 再追的话 估计要被干 还是算了 对面吃完过来就说不着了 这一波牛头选手非常的完美啊 但是呢 最后还是被小鬼收掉了 哎 就真小歪 真小歪 小歪空插啊 兔子一手抓 拉住拉比克 挖倒这个地方 15个魔棒 小狗过来 哎呦 一换一了 一换一了 再杀我们家兔子加速 应该不会死 不过小狗跳刀啊 不知道能不能跑 我这边就不去了 我这边不去了 淡定吃蛇肉 我的存款也到达了2400 一个减速啊 一把人拍死了 没办法 这边古法过来 哎 没有买装备吗 古法的存款应该有很多了 但是没有买 历史是买了一个这个 呃 不知道是A杖的 还是推推棒 冰魂也是走A杖 敌军怎么全是A杖啊 小狗的存款 打完这一波 应该已经强袭了 已经有了 25分钟 跳刀 哎 他出了碎舞锤 有这个小狗的出装很有想法啊 他这个出装是非常科学的 比强袭好一点 这个是真的 因为我们家这边啊 正面队A是没有人A得过他的 他这个强袭的作用一般般 但是碎舞锤啊 帮助他留人 而且增加一些输出 非常的好用 这个哥们是一个会玩的啊 真的会玩的 并昏到11级 看一下双方的等级 我们这边牛头只有9级 然后 呃 拉比个10级 我这边是点击手的 每都差16级了 我怎么没发现 但是对面的小狗18级 还是有一些差距的 好的啊 看一下我的一个装备啊 我是没有选择买分身斧 先买了一个阴角弓 准备出蝴蝶 因为出分身斧 这种这个平化的装备 根本是打不动小狗的 而且呢 呃 对面这个AOE也是蛮多 分身斧感觉意义不大 呃 只能这个抵挡一个冰魂大招 用这个分身斧把它给分掉 这本小狗非常的凶 我大招一开 我大招开起 大招开起 哎呦 他钻兵了 就没有办法了 这边有一个天才方的视野 让我们看一下双方的视野 我们家是两边河道啊 各一个眼 然后对面的话呢 呃 这里有一个线眼 到了中期这个线眼啊 非常的关键 好的 跑到下面去收钱 我这个装备可能冲出去打 现在比较脆 但是手高地啊 对面真的是 哎 牛头的等级太低了 他只有九级 他想这个单杀小歪 但是应该是被 啊 血 小狗又是把八导给杀了 太过分了 这个虽然我没有切到 但是应该想象也知道了 然后这边一个抓 感觉 没办法 留不到人啊 我们家牛头死掉了 牛头等级太低了 一下一下啊 什么什么什么 给上一个T漂亮 好的 一个普攻收掉 主打比赛 这一波先撤回来 撤回来 再追的话 感觉要崩 小狗的位置 刚才应该是牛头一个E 然后跳大 接F 接普攻接E 然后等级太低 没有接上 直接被反杀掉了 一个羊 然后跳过来 杀我们家兔子 冰红大招一丢 我这边是分裂剑 直接A 这边 古法能不能杀 能不能杀 给上了一个C 但是应该死不掉了 应该死不掉了 杀不掉啊 小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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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头一张F 漂亮 封住了 牛头是封住了 小狗 但是 小狗还是跳走了 没办法 兔子 抓了一手 盲抓 但是没有抓到 我记得 我应该是买了一个短棍 买短棍了 差一个700块钱 就蝴蝶了 应该在30分钟 能拿到的蝴蝶 好的 把欢向浮衣驰 拉到上面去打钱 然后这边小狗绕过来 完了 那挖到真是惨 这小狗太过分了 一直逮着挖到杀 这个酱油确实比较难玩啊 这个不是说 你们老这个 一看谁死 就说谁玩的菜 这不是这样的 因为他要做视野嘛 你看 挖到去做视野了 他不做视野的话 呃 我们这边打钱也是不安全的 而且 他虽然说是被杀了 但是他做出很大的贡献 什么贡献呢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对面小狗 包括其他人在中路 我们可以去别的路带线 很安全 对不对 因为我平时玩辅助的时候啊 比挖的还要惨一点啊 我一般都是 动不动就 十四死啊 十五死 十六死啊 都是这样的 哦 心情哪天一不好啊 死了个二十来四 都是妥妥的 小白是做出了一仗 不但应该有一仗 还有存款吧 应该啊 啊 没有存款 六百块钱 下路的二塔 还是要少一手了啊 不能再送了 小白大招一插 啊 牛头开了雾一杠F 这个雾有点黑了 不敢打了 不能打了 这波 牛头是没办法先手的 除非是大到三个人以上 要不然要黑 两个人也可以 两个人可以 好的 把蛇肉一吃 现在是蝴蝶到手 这个叔叔 对面如果瞎冲的话 肯定要灭 肯定要灭 所谓这个刘德青山寨 不怕没下烧 盾的话就不要跟这个天灾去想了 我觉得 哎 现在我有蝴蝶 好像可以打 本来是不能打的 但是 我突然发现我这个装备很好啊 当时就去了 如果稍微的刺一点点啊 现在只有一个 呃 林肯加分身符 我绝对不会去的 肯定打不过 想的不用想 可能啊 稍微肉鱼那么一点点 但是 输出差的太多 哎 这边没有封到 哎 封到了吗 这个地方好像封死了 过不去 我们看一下啊 现在补刀数是200个了 200个了 然后数据是二杀 四杀二死一助攻 好 中路直接推二塔 看能不能推到 应该是可以的 小狗想起 冰魂甩了大招 啊 这边重大了 但是问题不大 我根本就不想走 我根本就不学 我直接点掉这个塔 因为这个塔打 我根本就不掉去 好的 直接A掉 哎 但是没有A掉差一点点 我刚说没有怂 我就直接跑了 赤裸裸的自己删自己啊 我当时怎么就怂了呢 你在A一下不行吗 小狗也是不敢乱冲了 啊 古法推了一下自己 什么意思啊 对面不敢乱冲了 可以看到 他们也是看到 我这个装备比较好了 怕这个乱冲的话 估计要灭 小鬼装备 我现在是A不过的 呃 不过我A别人很疼 还真别说 这个古法真的克我啊 美兜莎这个林肯 一般 嗯 古法过来一个C 就没了 然后就吸血 吸血 吸血 打团的时候一C 啊 这个美兜莎就没用了 简直克 好的 先把这个野怪一刷 还差一点点钱啊 就非诚服了 我们现在就准备抱团推进啊 这边是天赛方一波开悟 扬住了我们家的醋子收掉 小狗已经无人能挡了 这边是 哎哎哎 再到了古法师 看能不能杀掉 这个地方 呃 杀不掉了 杀不掉了 我这边赶了过来 看牛头的位置 牛头这个位置 感觉不错 我去你 你一个跳下 打了四个人 漂亮 但是看能不能收掉 沉没一个大招 我这边是冻住了两个 看能不能再收 哎呦 两个残血跑了 我好奇 我这边也是有一个无人能挡了 小狗跳过来 小狗在气我们家队友 古法在里面 古法在里面 古法应该可以杀 牛头收到了冰魂 你干F 我把这个古法A死 好的古法死掉 这边小狗在挠我 我敢去 哎呀 别打我呀 我是自己人 我是好人 呃 我是好人 哎呦 这个鸟坑爹呢 分身斧没有拿到 我也是罪了 哎哎 密斯密斯 呃 没办法了 还是要死 这个小狗有跳刀 估计还是跑不掉 没办法了 这波小狗把我给终结了 一千块 而且自己已经嘎到赖了 这波杀了四个人 还是五个人 小狗收两千多的存款 再刷刷野 点个筋 深渊之刃了 下一波就难打了 小狗的英雄切人太无情了 磨免一开一个减速啊 加上一个碎舞水 再变成深渊的话呢 就挡不住了 这个兔子估计几万就没了 沉默也是在做羊刀 还差一个两千七 有点远啊 牛头是做出了推推棒啊 等级的话呢 也是差不多了 哎 总感觉这个说话说久了 嗓子会痒啊 这是这个慢性炎炎的一个症状啊 有点着急 现在不到 说是208 看到这种局啊 就想起我以前那个看比赛的时候 爹妈大战啊 虽然说呃 现在跟以前不太一样了 但是有一种这个回忆啊 你们都懂的 以前我真的是 呃 就是我有一段时间吧 开始的时候 我本来是一直在打路人啊 自己玩也没想打职业 后来开始看了那个电视联赛 是哪年了 真忘了 就很早之前了 是 09年吧 还是08年 我忘记了 还是10年 我真忘了 真忘了 不要纠结啊 但是我从那个电视联赛开始看起 就是小肥羊拿冠军啊 然后就开始一直看比赛了 看到后来什么ehome啊 再后来就是什么 牛妈那那种什么 呃 再后来就是更屌一些了 反正 那会一直看 啊不对 后来DKDK啊 那会已经打职业了 那会已经打职业了 反正没有打职业之前就是那样的 诶 什么情况啊 这位小狗就跳过来 想杀我们家的人 但是应该可以冻住 冻住了 这边我输出小狗 但是小狗太肉了 打不过啊 DKD已经死完了 DKD已经死完了 在我吃牛逼的时候 DKD已经死完了 这什么情况 兔子这个墙感觉很屌 不过还是不行 DKD死了两个人啊 兔子跟那些都死了 然后沉默也死了 沉默是买活的 这个二塔应该是守不住了 崩爬了崩爬了 这个时候 拿出了我的分身符 还有两千块的存款 呃 这个钱倒是这样的多 不过这个局面 好像是真的不好打了 看一下小Y的存款 小Y这个刷新比较关键啊 他这个刷新做出来 两个大招 那真的是不好打 加上蛇棒 还有这个古法的棒子 这边我们一波开卧 一波开卧 准备出一轮了 小狗看能不能秒 小狗是没有买神员吗 啊买了个噩目刀锋 这什么装备 这小狗要说什么 我想请问一下 哎 我们这边是往肉山走了 对面没有打肉山 对面在等我们 把这个视野一反吗 没有视野 这是我们的 对面的视野 对面的视野 好的 我在中肉区收钱 对面应该看到我了 过来干我吗 哎哎 蠢蠢欲动了 可能过来干我 可能过来干我 但是我们对我是开悟的 难道又是挖岛 这边看到 这边看到了 看到了看到了 看到了 冰魂大招一甩 哎 这个地方又 没有大刀挖岛 又是挖岛 这小狗太过分了 过分 推一手推一手 但是没用啊 小狗装备太好了 强性挠死了 我这边是赶过来 赶过来 大招一甩 我这边大招给上 先把这个古法也死 但是我追不到了 牛头跳过去 我去打后面的人 让这个对面过不来 好的古法死掉 我在前面 刚坐刚坐 四个人都过不来 我是一道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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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过不来 好 这边是小歪 小歪小歪 牛头一跳大 打到两个人 但是我这边是在打蛇棒 我也走不过去 我也很急 我走的也太慢了吧 把这个棒子一打 我没有拦了 没有拦了 历史在打我 小狗在哪里 牛头收到了小歪 好的 冰魂大招 冰魂大招 大大大大大大大 有差一点点 差一点点就死了 好 这边小狗还在打 还在打 小狗这个脾气不好啊 他是超神的 哎 哎 兄弟兄弟 你这样不他 你这样不好啊 我打不过他的 他这个装备太好了 牛头一手推 好的 我在上面 看能不能 A死小狗 小狗这边 他打不上来 上不来上不来 一个C一个C 差 呦 差一点差一点 算了TP回家了 再不走的话就要死了 只要冰魂给上一个C 这一波团战的话 是还可以是赚了 先把古法一秒 后面收掉了这个 小歪 好像也没赚啊 还可以吧 这波还可以 我的存款到达了4500 现装备 呃 本来是想出圣剑的 后来想了一下 这个装备出圣剑不行 太脆了 先走一个冰眼 如果现在走一个 炸弹的话呢 也不好 吸不回来啊 还是走一个这个冰眼 冰眼圣剑 好的 开起分身符啊 把这边带过去 这个幻象是有分裂剑的 千万不要忘记开了 现在这个比分 也是落后了10个啊 肉身估计打不了了 肯定要改了肉身 哎 不过好像也可以打 现在正面团也没有那么虚 刚才这边 呃 在野区打过了 对面就控制不足 我们叫沉默 哦 小狗是做了MKB 没有做神员 他这个出装是很机智啊 他把什么卖了 点击手吗 不知道了 跳刀 呃 强行碎舞锤 B张加MKB 他这个输出太恐怖了吧 340的攻击力 好的 我是买上了一个极限球 这个肉身感觉还是算了 想一想 不去打了 想一想不去打了 因为我们家手高地 还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把上路边带远一点啊 这边小Y是做了一个飞鞋 这个小Y的双眼斗啊 他买了一个这个要出BKB 好他扬了我一手 把林肯迎破 但是我分身补一开 他应该是不敢过来了 是古法带断 中路这一波看能不能干 哎哎 牛头 牛头还一点被留啊 还好比较这个反应快 机制 我又幻想把这个冰线带过去 这一波 啊我是买了一个木刀锋 我准备直接升剑了 如果对面推高地 我就直接升剑了 如果这边啊打赢了 我就先更新蝴蝶 先不找一升剑 先带了一个木刀锋啊 留一个买活钱可以的 因为这一波感觉很关键了 如果打输就直接没了 我要刚上去 我要刚上去 我不能怂 啊那边有个棒子 我大招一开 我大招一开 没有没有给技能吗 力尺是被冻住了 这边哎 没有打到这个小狗啊 小狗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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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狗没有蹲的 秒到小狗 nice 这边是不是被我终结的 超神 这波打过了 但是这个大招打了很多人 冰魂是有一仗的 小歪是被塞了一手 没有死掉 这波是还比较赚的 超神被终结 身上是有四千块钱了 蛇棒一吃 多妥的 哎 这边牛头是看到了一个古法 中了冰魂大招 大招消失了 还好还好 牛头推手自己 又吸又吸又吸 干啥呢兄弟 古法跳过来又吸 啊 牛头跳到地壁 nice 现在的话 局面就不好说了 我们这边 打赢了一波之后啊 装备可以有一个 很大的提升了 我可以做出我的兵眼 还可以打一个买猴钱 四千八百块的存款 啊 虽然说是大那家啊 但是依然是膀胱女妖啊 膀胱女妖 小那家叫做膀胱海妖 就是不停的刷钱 呃 其实大那家好一点啊 大那家可以打架 小那家太脆了 没办法 我们准备一波上高地 但是对面活了 小狗买了就直接撤了 小狗这波买活 看一下他的经济 啊 他还有六百块 那这波他们已经太亏了 四十分钟 小狗这个装备 虽然说是伤了一波 但是还是很肥 就您的身高 哼 啊 我们这个昨天也是研究了一下 我上一段 我们俩没事的说 涨不高 是不是因为不爱吃蘑菇 后来好像也是有一点道理的 好 拿到我的冰眼 现在是一千八的存款 不够买活 我要打一打买活 先如果这个被先秒掉了 就直接送了 直接送了 我这个装备 如果对面不是小狗 换一个其他的核心 我觉得对面已经是完全没有机会的 小狗这英雄太容易切人了 而且正面能力太强了 不过他能吸回来 中路我也是不太敢去啊 我的队友的 牛头没在 后面有沉默 冰魂大招甩了过来 分身抚离开 然后继续推荐 这边是天灾方一波开 我要瞄我 但是我已经逃了 我已经逃了 我很怂的 这个冰线 如果他们再不过来的话 就直接被我带过去了 肯定要去带线的 他们这波物应该是抓不到人了 其他人在这个野区 小歪的装备 我倒是真的是比较这个重视啊 他这个刷新球 什么时候能出来 很关键 好的 带到了一个上路二塔 牛头的站位非常的机智 看有没有酱油 回来收线 然后一个跳大把他给秒掉 小狗过来了 你不要骗自己啊 不要骗自己 这样出去的话 跟送没有太大的区别 古法跳刀 A仗推推棒 他们需要一个羊刀啊 我觉得 这边冰红是做了一个绿杖 历史是没肯推推棒 小歪的话 刚才也是看了啊 三千两千多存款 我现在存款是到达了三千块啊 准备一波中路推荐 我们不冲 我们指这个拆尖座 因为这波小狗是买不了的 如果小狗一波冲动 被我秒掉了就结束了 所以说这一波一定要去干一波啊 势在必得了 一定要去干了 古法一个C破我林肯 他你说一直C 哎 林肯怎么破的啊 推推棒破林肯 不是吧 反正是把林肯一破 古法这个C加吸血啊 你这有点烦 但是我这个拆塔能力 你们懂的 古法还能吸我的幻象 你这也太过分了 我记得我有一次玩那个小娜家 有个古法走哪吸哪 走哪吸哪 最后把我给吸死了 古法不停的吸我 不停的吸我 这个冰箭也上不去 不过我准备强行上了 哎漂亮 牛头一个风落 小威这个地方 小威小威又死了 小威迷路了 他扬住了我 沉默大招一给啊 一手推推棒推了上去 但是这个塔应该可以点掉 我开了复文 我的蓝量非常的充足 状态很饱满 这波我真的是 哎好像我们要撤了 这个冰线不太好啊 还是没有撤吗 还是要干 不过已经这个到了塔下了 应该点到这塔了 古法人又吸我又吸我 这一波还是要打 下路应该没有什么危险 哎哎 这边是谁 应该是小歪 小歪飞到下路 但我们中路的话 应该可以直接拆了 回肯定回不去了 没有TP肯定不能回了 小狗跳过来 我大招一给 虽然说是被冻住了 但是我应该不会死 我大招开了出来 没人敢打我 打我就冻住 好的 这边小狗是被 再小狗小狗 哎呦小狗被推走了 这个地方小狗没有死掉 很可惜啊 小狗这波如果死掉的话 他们就崩盘了 我在前面 我在前面 鼓发你别吸了 哎 你 你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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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哎呦这鼓发 他也能吸了 这一波小狗没有死掉 冰魂没有死 然后小歪破掉一路 一路换一路还可以 不过有点亏 小歪破掉一路 他这个装备 会有很大的提升 你看 4400块 这不要撤了 这不要撤了 上路并线给我 这一波我一收 然后打个买活性 算了回家补了 因为现在对面 要过来干我的话 我被强迫买活不太好 小狗应该可以买活了 小狗2000块的存款 雷破雷落 你们好专专业啊 插了一个眼 把这个 呃 加盈给反了 好的啊 回到我们这边的一个镜头 现在捕刀数是 330个兵 啊 小狗年这个 是不是 马甲哥 偷偷摸摸 打团的时候 带上一把圣剑 A死了是谁的来着 呃 是那那盘是 呆神的流浪吗 因为这个美杜莎的 这个盘数太多了 我真的给 激活了 我记得有一盘是 这个呆神流浪 打团 他那个 就是觉得兵女好杀嘛 他上去两刀 砍死个兵女 然后 其实那会 BK病王只有5秒吧 哎 我真记不得了 反正后来这个 美杜莎装备太好了 正面就刚不过了 大招一开啊 玩那盘这个 打的非常精彩 好的 我们看一下 现在 什么情况 我是飞鞋 现在是2600血1800的蓝 这个对A 我感觉是完全 打不过小狗的 好的 我飞到上面 这个塔是不能放的 这个塔一放 呃 可能就直接 这个威胁到我们家 上路高地了 比如说 是不是中路带上去 啊 或者这个下路带上去 踩我们家上路 踩我们家中路 有一个二塔的话 就有一个宝杖 小狗是跑到中路 继续刷钱 我现在是不敢买圣剑啊 我需要一个买活钱啊 把这个金钱 打到了六千左右 就可以买圣剑了 古法是买了一个这个 要输羊刀了 然后历史的话 应该真的是没钱 历史有2000块的存款 然后冰魂1300 冰魂绿杖之后 1300 看一下我们家队友吧 小牛是2400块 能买活 沉没 2900 快扬刀了 47分钟现在是 然后兔子是跳刀 没啃 加笛子 拉比克 一推推棒 哎 天灾方 这一波很凶残 直接绕这边 想直接上了 小狗肯定是能买活的 不用看 3700块存款 肯定是可以买 好的我要回家了 我这边是5000块 牛头上面 继续来耗着 提笔回来 对面又是撤退了 不敢打 不敢打 他们现在也慌了 小Y直接刷新球了 下了这波高地 打完之后 小Y就直接拿出了刷新球 再向上路那一下 就不对 再向上路那一下就疯了 小Y两个大招 是不是 直接就没了 或者一个大招 也没了 哎 哎 就小Y 就小Y 小Y藏了起来 非常的机智 我这边 因为是有买活权 我比较大的 待现在远一点点 不过现在比较危险 有个这个碎舞锤 5500的存款 19级的一个小Y 现在这个局面 还真的不好说 就看下一波团战了 如果是我们打赢 这个主动权 就在对面了 如果不对 就在我们这边了 谁打赢在谁这边 这是雾吗 没有 是大雷真眼 小Y藏得非常深啊 我们队友非常机智 有人发信号了 他说小Y可能会藏 那这边的话 我看能不能 找他们干一波 小狗还是没有买出 神言之 两边都是僵持的 因为这种局 谁一个失误 就直接没了 我以为对面打盾 好的 买出圣剑 现在我是圣剑 在手啊 我说错了 说错了 这怎么可能 以为对面打盾啊 我这个幻象 跟小狗队A呢 这个古法 是真的假的 诶 这个古法是真的 他干嘛呢 他卖了个萌 你感谢 那这一波 是直接圣剑 上高地了 先准备跟他们干一波 圣剑第一波 看有没有奇效 我感觉我们现在正面 打架的话 非常的厉害 但是不能下冲 一冲就要崩了 一冲就崩了 好的 点掉这个兵营 准备直接基地啊 干一波团战 就是准备给你们开团 就是要开团 好的 拆建筑拆建筑啊 不那啥 不冲不冲 古法是塞了我 这边兔子一个抓 力士一个大招 我大招一给 让一个塞往前冲 啊 看能不能点死力士 力士力士没有死掉 这边力士 大招还在弹 小狗在哪里 小狗在这里 小狗在切我们家兔子 我在后面打人 好 开启了分析 我刚不住小狗 啊 这 这牛头 哎呦 骨法 我这边TP了 别别别别别别别 哎呦 一下开绝了 完了 不是吧 圣剑就直接这样掉了 刚才这个兔子 有一点急啊 牛头是没有跟上 牛头有点远 哦 这边什么情况 挖到偷偷杀了小歪 哦 在家里面杀了 小歪 是拆我们家基地 被挖刀给截住了 那这波有点伤啊 这波是真的太伤了 圣剑掉了 小狗拿圣剑 小狗是把臂章给丢了 他这个攻击力 600的攻击 不到600 打人真的是几下就没了 而且他这个存款应该有很多很多 哦 1800的存款 买了深渊吗 买了深渊 我这边是选择了买活 不买不行了 这波一定要出去干了 看能不能把小狗干掉啊 小狗现在是买不活的好像 他2000块的存款 杀了他应该买不了 但是不敢冲出去 上一波太黑了 这个兔子有点冲动了 其实我们这边打防守就好了 我们这边打防守 然后对面冲过来 兔子一个反手 沉没一个反手 牛头突然切入啊 然后我这边圣剑 A两下对面就没了 但是刚才那个位置 对面推推棒啊 加这个绿杖啊 包括古法的C 都是没有打死 简直是太黑了 天才方准备强势一波 强势一波 但是我虽然圣剑掉了 我的装备依然很好 小狗天上来切我啊 我一个分身斧啊 开启了这个 开启了小狗 小狗是被冻住了 有没有技能 小狗小狗小狗被推走了 有点可惜啊 小狗是没有秒掉 又推了一手 这就是导塔啊 一个team 导塔不是一个人的游戏 好的历史留住啊 历史走不了了 小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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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又追小歪吗 当时我们的策略不是这样的啊 说圣剑小狗不要下追 哦 小狗这边在挠我 古法一个c 我加速加速推一手 漂亮 这边我是买活的 如果再死就叽叽了 牛头的位置 牛头的位置一跳大 大到两个人 漂亮 一个f 这一波要不要拯救世界 小狗小狗小狗秒掉了 我这边冲过去 拿到我的圣剑 前面还有一个古法 还好还好 这波是把圣剑夺了回来 当时我记得说 呃 我状态不是很好 而且我买不了 然后牛头的大招非常的果断 因为我这波是买活的 而且我当时的状态 呃 只有两百多篮 还有这个 一千血 两个技能回忠就死了 然后他们那边 大到两个人啊 把小狗一秒 就直接崩盘了 什么情况啊 冰魂是一个大招 把牛头给打死了 从哪打死的 没看到没看到 不过这一波圣剑 是拿了回来 小狗买活 想继续推 呃 上一波牛头是买的 牛头这边是买不了 啊 他这个瑞普的缺点 就是你看不到买活啊 要一直这个瞄着 要不然真的是看不到 这边古法 有一张就是一顿吸啊 直接吸满了 哎 小狗应该有个弊章呢 看一下 他这个存款 他有一千四存款 应该是卖了吧 啊 应该是卖了吧 比赛 好的 现在又是3700块 这一波很关键 对面不好推的 小外有大招了 但是 只要我们打团 不瞎冲 应该问题不大 到时候推我一手就可以了 拉比哥做了一个这个啊 沉默扬刀啊 刚才扬了一波小狗 沉默的扬刀很关键 看一下这波怎么打 这波 如果打赢了就赢了 如果打输就 斯米达了 小狗直接拆 我打他不是特别的疼 我感觉 哎 但是也挺疼 我大招一开 哎 我这大招开点早了 这以为大招开早了 小外去拆上了 刷新大 两个大招 你们不要太过分 他们机智了 两路一起拆 两路一起拆 小狗在拆中路 中路的话 估计要没了 我把这舌棒拆完 要不然的话 上路估计也要没 好的 现在的话是 拆掉我们家两路了 这哥们TP早也留不住啊 上路也是拆一点掉了 然后中路的话拆掉了一个近战兵 下路直接全破 那我们这一波准备直接干过去了 不准备再磨叽了 再磨叽的话 我觉得再来这样一波就直接击击了 我准备把这个兵线一带 然后中路一波 这一波真的别冲 只要不冲 我觉得很好打 这小白干嘛 小白是扬了我一下 先拉再扬 还是先垫再扬 不知道 我记得电影能破林肯吧 好像是可以的 好的 我直接飞到中路 那我这一波准备卖装备了 把我的林肯一卖 林肯卖了 换我的圣剑 双圣剑一波 双圣剑一波 不管了 好的 现在攻击力是740的攻击链 看一下中路能不能干掉 现在补刀数是469 这个补刀数已经是 已经走起来了 如果打到七八十分钟 估计就有七八百了 这边是古法跳来 塞我把林肯一破 又是虚无 我开启分神斧 小YBKB 沉默大招一给 这边小狗是被我大招给减速了 沉默也是放了大招 我直接A键住 弹死了小Y 我现在这个分离界数是很高很高 小狗被扬了 小狗被扬了 古法一直塞我 我打不了人 我很急 牛逗一个大招 小狗秒掉漂亮 那这波的话还有谁 我古法又来了 大哥 好的 A死历史 这边是历史买活 我站到前面 开启分类剑 继续打建筑 应该可以拆了 古法又吸我 我现在有冰魂大招 不能再扛了 再扛到死了 拆建筑 拆建筑 前面的话 对面是完全挡不住了 Nice 好的 基地直接拆完 那这一盘的话呢 也是依靠我们这边 一个团队啊 就是一直守住守住 然后拖到这个装备成型